这几年,杨子的影视作品越来越多,通过不懈的努力从童星一步步成为当红衣线,留下的作品和角色也是深入人心,从《青云志》、《天机之白蛇传说》、《亲爱的热爱的》、《香蜜沉沉浸如霜》、《女心理师》到近期的《沉香如蟹》等等,小编都追过,也算是铁粉一枚了。 电视剧《青三行》,网传这部剧2023年也要播出了,或者说终于要播了,《躺腔的黄紫霞》已经让我们等得太久了,之前因为男主演的问题,更是有点播出无望的感觉。 不过,现在网上却有了这部剧的新消息,似乎又能播出了,要说现在拍戏还真的是不容易。 现在作品拍了之后,剧方最大的愿望不是说要多少播放量,要赚多少,能播已经是一件很不错的事情了。 此前就有多播作品积压,很多年都没有播,更有的作品定档了,也被临时改档,让人有些无奈。 不过其实改档还好,最惨还是播不了的。 有一些是因为作品题材、剧情的原因,也有一些则是因为演员本身的问题,而且不光是一些小题材,有这样的困扰。 大明星大制作也有这样的问题,最典型的应该就是杨子主演的古装剧《青簪行》,其次是电视剧《长相思》。 分享理由,第一是杨子演的,第二是古装神话剧,对小编来说,这两个理由足矣。 不过这部剧预计2023年才会上映,还得等几个月才可以看到,还是先期待下《长相思》吧。 昨日网传杨子主演的《青簪行》将于2023年播出,目前,豆瓣网上《青簪行》的条目倒是也有加注了2023年,但这剧经历太多波折了, 这年头各种网传不靠谱消息也太多了,所以让人相信又不敢信啊。 不过,至少同样由杨子主演的《长相思》是已经官宣过的了,明年总归还是有新剧可看的。